据央视12月1日报道 当地时间11月30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活动时谈到中俄关系 不仅对此高度赞赏 还对西方炒作的中国威胁论 给予了犀利反击 他说从2000年起就有人开始拿中国来吓唬我 但从那以后 那些吓唬的人自己也害怕了 并开始改变自己的对华政策 说到核武器一事 现场有西方记者挑事时提问 但不担心中国核武器 普京毫不在意当场反击 美国并不担心法国和英国核武库现代化 俄罗斯为什么要担心中国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新表示 普京总统已经收到中方发出的出席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邀请 双方正在就普京总统来华的具体事宜 保持密切沟通 在11月30日 普京也亲口证实了这一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中俄都是搬不走的好邻居 拆不散的真伙伴 中俄有意 不会因为外部的干扰而受到影响 反而会在经受考验的过程中 历久弥艰 中俄关系是21世纪国家间 有效互动的典范 这句话是11月18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演讲中做出的 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记者会上表示赞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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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招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